1975年,江青和张玉凤的合影,注意看江青穿的裙子,叫江青裙。 这张照片拍摄于1975年下,拍摄地点应该是中南海。 照片中的这两个人,左边那个是江青,右边那个是张玉凤。 这两个人都很出名,因为他们和毛主席都有莫大的关系。 江青,大家都知道,自从1938年开始,她一直就是毛主席的夫人。 张玉凤则是毛主席晚年最信任的人。 自从1970年7月开始,一直到1976年9月9日,毛主席去世,她一直在毛主席的身边工作。 今天我们不说别的,说说他们身上穿的衣服。 江青身上穿的裙子很特别,这个样式的裙子叫江青裙。 这种裙子为何叫江青裙呢? 从字面意思就可以得知。 这种裙子和江青有莫大的关系。 1974年9月,菲律宾总统马克思的夫人伊美尔达访华。 伊美尔达访华期间,江青也接见了她。 伊美尔达不仅人长得漂亮,而且非常有魅力,女人味十足。 她穿的那身华丽典雅的菲律宾礼裙,给她的魅力增色不少。 然而,那时江青所穿的衣服,就像一个男性干部。 她俩在一起拍照,江青心里头未免有点相形见处。 江青本就是一个极度心很强的人,在整个接见的过程中,她的眼光很复杂。 伊美尔达的万种风情,无疑对江青的刺激很大。 伊美尔达走后,江青就着手让人设计了一套梅花白褶拖地大袍群。 她又规定,全国仅此一件,任何人不得再做。 与此同时,江青又让人设计了一种给全国女性穿的裙子,目的就是想要比肩中山装,作为一种女性国服。 这种裙子设计出来后,江青就给她命制为江青裙。 江青裙的特点是小和尚领,领内有个白衬领,领子和前肩的边缘相不边,腰间抽折,并配上一条本色腰带,腰下是半长裙, 裙子的下摆在小腿中部。 照片中,江青身上所穿的裙子就是江青裙。 大家评价一下,好看吗? 足以担当其女性国服的重任吗? 从江青裙这件事上,就可以看出江青这个人的野心有多大。 中山装里面的中山二字,指的就是孙中山先生。 孙中山先生是谁? 孙中山先生是革命的先行者,是民国时期的国父。 江青命人给全国女性设计的这套女性裙子居然敢叫国服,居然敢叫江青裙。 他这是想要比肩孙中山先生啊。 其野心昭然若见。 订阅我,一起聊聊。 你想要不要玩? 你还没关系我?